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黃隊 我的影片讓你不可挑剔 今天我們要玩的英雄是令月 那令月這隻英雄呢 是皇帝一眼就看上的英雄啊 為什麼呢 雖然他胸部不大 但是他的腿 OMG 神仙級的美腿啊 OKOK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討論這個令月的身材啊 我們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把令月玩到出神入化 之後如果出新角色的話 我都會做最詳細的分析解說 喜歡的話一定要留言告訴我 我以後就會多做一點 如果覺得我說的很棒 也要按個讚來支持我 最好是還可以抖內一下我比較好 首先我們來介紹令月的被動 令月每次釋放一二技能 都會獲得一層的印記 當印記達到兩層時 會強化並刷新一二技能的CD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先放一個一技能 再放一個二技能 接著我們的一二技能都會 直接零冷卻 我們就可以直接接著放一次二技能 好不好 那如果是先放二技能 再放一技能 接著一樣 我們被動只要打出來 一二技能都可以釋放 有沒有 各位 這就是令月的被動 那令月強就強了 還有這個被動 我們等一下後面 會跟各位詳細的講解 那接著跟各位介紹令月的一技能 令月釋放兩道弧形彈道 對路徑上的敵人造成法術傷害 兩道弧形彈道交會處 會對敵人造成雙倍傷害 我們的令月一技能 就是短板的二技能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小青所在的位置 地上一個圈圈 那個圈圈就是所謂的 兩倍傷害的位置 只要敵人在這個位置上 你把你的招式丟出去 敵人在交會處 他就是會打出兩倍的傷害 那二技能一樣 他跟一技能很像 一個是短板的 你看一技能 就到這個位置 二技能可以到這個位置 就是長板的一技能 所以基本上一二技能 效果都是一樣的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他的大招 他大招點下去啊 就會提升我們的視野 我們的視野會變廣 跟迪拉克點二技能有點像 那令月的大招呢 會對前方的敵人 造成法術傷害和減速 並將近處的敵人擊退 同時自身也將後退一段距離 後退的這個距離 是不能夠穿搶的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要擊退敵人 然後順便穿搶 是穿不過的哦 那如果你靠近敵人使用 你就可以把敵人往回推 如果你站在敵人的前面 你往這個方向施放的話 敵人也會被你往前推 這個是很多實況主都沒有教到的 你這樣子會把敵人往前推 但是如果令月的飛行方向 我們這樣放令月不是會往後飛嗎 令月的飛行方向 也會把敵人往前推 各位了解嗎 令月的大招只要他撞到敵人 就是會往前推 不一定說一定要這樣子 才會把敵人往前推 只要令月本身啦 令月的主體 撞到敵人也會往前推 有沒有看到 那皇帝來補充說明一下哦 本來一二技能是丟出這樣子 兩隻扇子 疊滿兩層被動之後 強化版的就是一次丟出四隻扇子 在交會處可以造成四倍傷害 簡單來講就是你把你的被動疊滿 有沒有這個時候不是有四條線嗎 你只要在交會處打到敵人 就是四倍傷害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小青的無敵關掉 我們先把被動疊滿 接著我們直接對著小青施放 四倍傷害哦 WTF 這什麼鬼傷害啊 這超扯的啊 所以各位玩令月 一定要很會抓距離 這角色傷害真的是作壞 這之後一定會被改啊 如果你沒有出魔防裝 你戰士跟脆皮都會瞬間 被令月給秒掉 所以現在令月是非常好爬分的 我也蠻推薦各位用令月去爬分 但是缺點就是 如果你被甲蟲或潘鷹這種 非常強勢的打野角 直接進場 屌尻尻尼一波 那令月也會直接消失 但是令月的傷害真的高到不行 根本就是已經 破壞遊戲平衡了 那我這邊再稍微提一下令月的接機 令月後期人卻會比較快一點 我們怎麼接呢 就是 一 二 技能 接著再直接丟一個 二技能或者是一技能 看敵人 遠近啦 如果敵人離你很遠 你就是這樣子丟 有沒有 這個是令月的接機 一二一 或二一二 一二一 二一二 各位了解嗎 到後期就是這樣子接 基本上脆皮是直接消失的 OK 那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實戰解說 我們進來到遊戲這邊 皇帝優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魔紋的部分 我們魔紋就是帶萬鈞聖雷 這可以打出 我們令月最大化的輸出傷害 其實我個人覺得 帶死亡詛咒的感覺也是還不錯的 反正魔紋 奧義跟裝備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每個人 都有不同的選擇嘛 反正不管你帶什麼 只要玩得起來 玩得強 這樣就好了 那今天我們這一局 兌現的是貂殘 我們先來聊一下 令月最怕什麼角色 令月跟颯枷有點像 都是那種典型的法師 傷害非常高 但是就是皮非常脆 所以令月非常怕 甲蟲 潘鷹 蝙蝠俠 或者是奎倫這種刺客 基本上我剛剛說的那幾隻 還有我們也提到的 就是那些爆發力超強的刺客 對令月來說 都是非常致命的 因為令月這隻角色 就是非常怕角色貼近 跟颯枷有點像 這裡看到對手令月 這隻小野怪 沒想到後面還躲一個貂蟲 嚇死我啦 幸好沒有被這個貂蟲給冰到 我們打出我們的被動 接上一個大招 成功收掉這個貂蟲 不過 對 我們已經完全沒有招式了 令月只要沒有大招 跟瞬移的情況下 他就是一個會行走的ATM而已 現在網上有非常多令月的教學 每一個都把令月吹捧得非常強 非常噁心 我個人認為啦 傷害的部分是真的做壞啦 但是我覺得他要把傷害打好打滿 在一個高端局裡面 其實也沒有那麼容易 各位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令月這隻角色 他的機動性也不高 那 除了他大招之外 還有他瞬移之外 你只要 他沒有這兩個 他就是一個行動ATM 我是覺得非常好殺的 而且 他這隻角色啦 我覺得出防裝是零作用 因為他就是要打一個高爆發嘛 基本上他全部的裝備就是全輸出 除非他指向技丟的非常的準 不然玩令月的人 我覺得 沒有什麼好害怕的 我小青直接剛進去一波 令月直接消失 所以大家遇到令月的話 千萬不要太慌張 如果你是近戰角色 不用擔心 直接跟他貼著幹就對了 那如果你想要克制令月 就一定要出仙靈 因為令月的魔法傷害非常高嘛 你出仙靈才可以有效克制 那這邊我們的大招 我忘記是不能傳搶 太習慣了好不好 這邊被呂布賊剛進來 又送了一顆人頭 現在1 2 3 戰績沒有很好看 QQ 那這裡再偷偷跟各位講一個令月的小秘密 令月的大招傷害也是非常高 大家不要只拿來當作逃跑的 也可以拿來當作輸出手段 而且 他的大招的傷害是順發 你大招一按下去 傷害是馬上出來 幾乎沒有延遲 剛剛殺小丑那個慢動作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走靠近小丑之後 我們直接開啟大招 那小丑是瞬間人頭就被我們拿掉了 所以你大招馬上按 基本上就是傷害就是馬上出來 完全不會有任何延遲 所以這招用來幹嘛 我相信各位觀眾應該蠻清楚的吧 沒錯 就是剪頭好不好 令月的大招剪頭超級無敵好用 不過我覺得還是拿來當保命招用啦 除非這顆頭你真的很想要剪 你就直接把大招交出去吧 令月這隻角色 非常怕敵人貼近他對不對 我剛剛前面有說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跟敵人保持距離的話 令月絕對是拉打中的拉打王者 那這個芽芽 然後我們沒辦法 我們就是一直在這邊 壓他們這座兵線 沒想到這時候小丑出來 交順理直接開我大招 那這裡我們扭一下他一技能 開大招往後跳 引一下這個小丑 把我們的被動一層先給打出來 接著打出我們第二層被動 再引一下這個小丑 我們直接把四層傷害 四倍傷害直接灌在這小丑身上 直接蒸發 各位 這就是令月 那這裡我們殘血準備回家 剛剛被對手消耗一個殘血 但是為什麼我要把這個畫面留下來呢 我要讓各位知道 你在草叢裡面不是沒事幹拉 我們把我們的被動疊滿之後 等待敵人的靠近 有沒有 小丑靠近 我們直接一個四層傷害 你看他的血量 直接炸開 那這個小丑 我是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這個血量還不回家 根本就來送頭你知道嗎 他可能還不太清楚令月的技能組 那剛剛各位看到 我是交瞬離過去之後 再馬上開一個大招往回探 不過小丑還是殘血 我自己玩令月這麼多場下來 我發現令月的傷害非常高 但是很容易把敵人打到殘血 就讓敵人給逃走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這個角色設計的問題還是怎麼樣 雖然我玩這個角色的操作性 看起來沒有這麼高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一隻角色拿來大排位 真的是非常好用 這麼說 你遠距離在後面一直poke對手 對手根本就扛不住你這個遠距離的消耗 他應該可以說是 目前全傳說對決的法師裡面 手最長的一隻角色 而且也是最痛的 我的四層被動直接打在芽芽身上 你看芽芽瞬間就殘血 半血變殘血喔 那基本上就如同皇帝我說的 只要敵人沒有那種超級無敵 要貼近你就是要殺你的刺客 你只要跟他們保持距離 就像這樣子 敵人基本上只有被你射的份 只有被你消耗的份 那這裡這個小丑啊 已經受不了 被皇帝我這樣子消耗 他直接發瘋過來 直接對我開大 想要一穴前齒啊 不過沒有想到的是皇帝還有大招 扣得好好的 就等這個小丑前來跟我開戰 那玩另一月的玩家 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你要隨時讓你的被動 保持在一層的情況下 那下一次的小會戰 或者是大會戰 你可以瞬間把你的被動 全部打出來 直接刷新一二技能 一秒內在會戰中打出4倍傷害 那我們現在這個血量呢 發現對手芽芽直接吵我們逼近啦 那我說的 另一月這隻角色是 非常害怕人家貼近 因為他的技能會 基本上丟不到對手 那這邊我們就在死撐活撐啦 就是在撐什麼 撐我們有一個大招 有沒有 我們大招一個往後跳 順勢把芽芽往後推 我覺得另一月的大招設計 還真的是 蠻屌的 就是可以暈眩敵人 就可以順勢往後跳 跟敵人保持距離 做一個超級拉打的概念 我大概來總結一下吼 另一月這隻角色 害怕刺客 那種有位移 又爆發超高的刺客 也非常的吃裝備 等於說你的經濟 不能夠落後太多 不然另一月這隻角色就等於廢了 還有另一月的大招是 順殺傷害 不是順殺 就是順發傷害 你只要按下去 傷害就是馬上出來 可以多多利用大招的這個特性 來多拿一點經濟 那最後一點要提醒各位玩家的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啦 就是另一月的腿 還蠻香的 沒有啦沒有啦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皇帝我不是這種人啊 簡單來講 另一月這隻英雄 如果你的指向技 丟的非常的準 好不好 另一月這隻英雄 絕對會成為你的man角 這一隻角色 不求多華麗的接招 你只要能夠在後面 穩穩的偷偷摸摸的輸出 就是這一隻角色 最大的賣點 當然啦 他那個修長的美腿 也是賣點啦 那皇帝目前用另一月 已經差不多 快十連勝了吧 我個人是比較不推薦 就是新手玩家 去接觸這隻角色 如果你對你的指向技 就是 丟的沒有很準的話 千萬不要碰這隻角色 這隻角色真的 需要丟指向技很準的人 才可以玩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讓皇帝我知道 喜歡這種新角色的 試玩跟講解影片 OK 謝謝大家床墊 我的影片讓你 烏克特聽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掰 下資 poem 下資緒 遶 Indones 真的 下資 spread 天 下資 過